接下来进行背鳞 背鳞重点要体现上下的协调顺畅和捧一 要是在彰化上增加和捷 小段线条下垂字体比较规范 因此要求用笔上也要严谨规范 这样才能保证线条的质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进行翼琳 应该说小转翼琳有一定难度 我加进一些旱转的笔法 使它的字形稍微放点一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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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进一步地熟读原帖 把字形 结构和用笔熟记 在临习的过程中 也要进一步地动脑筋 发挥想象的余地 特别是要进一步地加强 有关古文字方面的学习研究 加强文学方面综合的修养 这样才能够进一步写好转书 这样才能够进一步写好转书 转乌的创作和临摩的问题 和大家一起来共同探讨 众所周知 像转乌和书法一样 你像书法一样要临帖 那么转乌呢 你要搞创作之前呢 你必须有个基础 就是临摩这一条关 一般来说呢 通常来说呢 临摩呢 是指最古印的一种 临和摩 两种 咱们常讲的学习呢 一部分是从高古的战国 秦 汉 这是一方面的临摩 还有一部分呢 还有一部分呢 是从明清的作品来临摩 那么一般来说呢 按常理来学习呢 一般是先从年代比较久远的 秦 汉 以及战国 这个一样部分 先从他来学习 这样的话就是对这个原流先搞清楚 咱们在学习临摩之前呢 有两个 一部分你怎么样是把这个原作 翻到硬石上 原稿翻到硬石上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你必须得掌握一个基础的训练 你比如说 就硬石 你建议你啊 把硬面涂黑 磨平涂黑以后呢 要有几个基础的训练 第一 要刻一些直道 就说一些横环竖环 所以就像咱们凯书分解一样 写一些单独的笔环 这是对于没有搞状况的人来说 是必须的 然后呢 要刻一些弧线的东西 然后再刻一些S型的线 这些线呢 基本上囊括了 在学习和创造中的一些主要的一些 线条的一些控制 这些需要有一定基础的话 如果你有一定基础的话 就可以不必拘泥这些形式 如果没有基础 那么你需要一些简易的训练 那么在临摹之前呢 大家要注意 就要选自己喜欢的 这个或者书上介绍的一些 比较经典的一些作品 选定了以后呢 咱们就开始下一步 就怎么样具体操作临摹了 临摹呢有几种 一种呢是一种对领 当然这是一种相对有基础以后的一种 学习方法 就是说把硬退拿着手上 然后以后拿着石头 按着这个底环 按着它的结构 描到石头上去 还有一种呢就是说 这种是完全是一种磨的方式 那么在纸之前呢 你需要准备一张很薄的一种纸 这种纸是一种半透明状态的 为了更好的能把圆稿啊 它能清晰的给印线出来 然后呢需要一支小毛笔 很小的毛笔 然后呢需要很浓的磨 最好是拿磨钉 盐的磨 这样的话它有一定的厚度 磨的时候呢 尽可能的 相对的准确一点 但是你要注意 因为那磨的色浓的话 它的这个 宣纸啊就不容易阴 阴的话呢 线条呢 这个模糊度大了 就不太精准 这个样子取下来 在八成端的时候呢 先取个样子 能准确一点 后面有个样子 然后呢 你就是 比较能精准的对上了 居中的 贴在这个石头上 我说你拿小毛巾也行 或者是拿这个 湿过的宣纸也可以 或者直接沾清水 点在这个 贴油纸的这个石面上 然后迅速的拿一张纸 照在上面 人家吸收水分 拿一种毛笔杆 钢笔杆也行 或者其他硬实的一个凸面 很滑的凸面也行 在上面碾压 目的呢 是为了让人墨杆呢 与石面 充分的接住 如果你觉得不理想的话 你还可以自制一些小工具 比如说小刷子 小中老虎 或者是拿毛笔 把这个尖去掉 剩一个根 注意千万不能斜一斜 都容易把纸给损破了 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个苗的稿子 已经翻到石头上去了 在课之前呢 我个人的心得呢 还是先把原作 然后再认真地读一遍 下一步呢 就开始刻了 可以先刻 先把印边做出来也可以 有的人先刻印文 这东西根据自己的 实际情况 来具体操作 课的时候注意 下刀一旦下去以后呢 不要犹豫 以果断为主 凌膜的时候 凌膜的时候 有些刀法呢 可以相对来说 不过分地强调太多 因为你的目的是要 给它磨刻像 刀法只是一种手段 它能服务你创作和凌膜就行了 不过分地强调太多 不过分地强调太多 给它其实连拟了 这么多变化 不过分地强调太多 你不过分地强调太多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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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别的汉印呢 或者南北朝的将军印还不一样 因为它线条特别细 绝大部分的小洗呢 线条细如画丝 在选石头上的方面呢 不易选择很脆的石头 就清天石 昌画石 瘦山石和巴林石而言 我个人体会呢 除了清天以外 其中石头呢 摩克 古洗 小洗 是比较适宜的 因为它的食指比较细腻 柔性比较好 不容易崩断 刻的时候小洗呢 也不宜用太大的刀 因为它本身原作也很小 线条很细 用太大的刀呢 不容易驾驭和控制 是比较适宜的 也不易适宜的 在刻这些十字交叉底环 还有这些圆弧笔画的时候 如果刀法还不太纯属的同学 可以把刀尖先放在这上面 然后轻轻地用力 甚至你拧转 出现这个田子节里头的 这些十字交叉笔画 当你控制不了 或者是不是太有把握的时候 用刀一定要精准 因为你是要临摹 所以说以像为第一性 刀法呢 还有其他一些具体的一些用法呢 这是为临摹而服务的 不必过分地去讲 只要把它临摹像 那完成你的这个 克制过程就行了 临摹的话已经完了 然后呢就需要下面就说来牵踏和这个修改了 盖骨席和圆珠瘟都一样 底下衬的呢 不能特别的软 因为它的线条特别细 很多作者盖的呢 盖完以后拿起来不直接接 拿手指这样 在上面均匀地 压一下也行 或者拿石头的这个 有浮现的 有这个很光洁的面 轻轻地压一下 直到一看背面看 很清晰不虚了 往里后 接一下 好 咱们把 摩克的这个 作品呢 和原作相比较 咱们可以找出细微的差别 当然这东西毕竟 你再像 你也是你再经过 临摹 摩克的过程 不可能像专板一样 一模一样的像 咱们能做到它什么呢 它的这个大的造型 小的细的笔柱 线条 咱们能做到 基本上忠实于荣作 这个目的达到了 下面咱们连续是汉印 汉印的这个方法呢 和故事一样的 前面也是那把纸啊 这个钩苗啊 上石啊 这个方式都一样的 咱们就 下面就直接就说 对这个汉印的这个摩克 咱们开始一起来 先把这个边啊 去一下也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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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